公厅会上地方民众轮流发言针对工程提出建议 由于市府建设局有意花费四千多万 打通大理西村路到中心路二段671项 以便利地方交通 为了广纳民意 因此建设局特别在公所召开厂公厅会 跟地方来做沟通 西村路这边的转角 这个地方现在目前是 我们第二公司的高压设备的地方 我们有大部分的电力设施都在这里 全部都在这里 所以里面管路路山很多 他就说为了要做一个沟通 所有的工程都要做签议 是一个很大很複雜的工程 建设局表示 这道路打通之后总长大约155米 宽度8米左右 日后连接大致路或易明路将能更加便利 地方是乐观其成 另外由于这路段临近汉溪沟河道 在汉溪改道之后 目前的西村堤防 已经渐渐失去防洪功用 因此地方也希望能在开路时 一并拆除堤防 将有助地方发展 欧变坑的水跟汉溪的水都引到大理溪了 如果说山河局 如果说常常在说水会淹在这里 这样就是山河局的不对 因为它做得不好 才会有破体的现象跑到汉溪汇荷道来 如果拆开西村这边也会比较劳 也看视野也会比较好 不是说你们拆到那里 你们拆到那里 拆到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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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条高 以前的架 现在存一公仇的水在流 那哪有什么防洪计划 关于拆除西村堤防 水利署第三河川局表示 还要再研议看看 至于中心路二段671项的打通工程 是否建设局会尽速发包 让工程早日动工 解来秋风台中采访报道